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 在北京開始舉行年度會談的時候 敦促中國保護人權 這次會談由於異議人士陳剛誠 尋求美國保護而蒙上了陰影 在會談的開幕式 無論是克林頓還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都沒有特別提到盲人維權人士陳剛誠 想回應克林頓在星期四的評論當中 中國國務委員戴炳閣表示 最重要的是雙邊關係方面 是相互尊重對方的主權 報復於中國人民也有利於世界的發展道路 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國人民離開自己的道路 在中國向美國保證陳剛誠的安全 以及與他的家人團聚之後 陳剛誠在星期三離開了美國大使館 但陳剛誠在數個小時後 對記者表示他的家人受到威脅 並且表示他希望美國幫助他離開中國 中國已經要求美國就將陳剛誠 帶入美國大使館一事道歉 表示這個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涉 不能夠接受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在會談開始的時候發表講話 未有提到陳剛誠 但他表示 即使是雙方在某些問題上存在著分歧 美國和中國也都必須知道相互尊重 雙方必須學會相互尊重 善於抓住同 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 正確對待意 尊重和照顧彼此利益關切 對存在的分歧 應通過對話交流 真經理解 妥善處理 以免影響中美關係大局 美國國會議員史密斯對美國之音表示 他認為如果美國官員沒有在陳剛誠安全問題上得到更好的保證 就應該抵制這次的會談 史密斯說陳剛誠有可能是因為擔心家人才決定離開美國使館 而根據報導 陳剛誠曾經呼籲史密斯提供幫助 陳剛誠是一名律師以及人權活動家 自有失明 他在2006年公開指責中國的強制墮胎政策 指責控制人口 遭到中國當局判處四年逃刑 自2010年以來 他一直被軟禁在家裡 直到4月22日前逃離 一天